今年的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总共吸引了近4万名选手参加 活动也宣布捐赠5万元给田径总会以支持本地运动员的发展 天空不作美 今早的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延迟了一个小时到清晨5点半才开始 防疫措施放宽 今年的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长跑项目恢复举办公路赛 维基三田举办的5个项目总共吸引了近4万人参与 另外主办方宣布捐赠5万元给田径总会作为本地运动员的发展资金 理事会也将以议员对议员的方式提供资助